如果你觉得网络行销很难学 那这支影片你先看完 如果你觉得你学的会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更深入的网络行销方法 在这边要注意一下 有很多人并没有开启副档名的功能 所以你的档案 譬如说这支图片后面.jpg 你只会看到01 你看不到.jpg 或者是你储存档案 比如说index.html 你看不到.html 你只能看到前面的index 那这是为什么呢 你必须到这个档案总管 你先去把你的档案总管打开 你的电脑里面 然后你先选择随便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的桌面 里面有很多档案 那你就可以按上面这个工具 这边有个资料夹选项 然后这边有一个检视 隐藏已知档案类型的副档名 预设可能是勾选的 所以你的副档名又看不见 比如说我现在按套用 然后我的副档名就不见了 这边只有index 或者是只有01 那你必须要把这个勾勾拿掉 因为预设应该都是有勾的 所以你记得把这个勾勾拿掉 然后再按一下套用 它这个副档名才会出现 按确定 好 这样看得到副档名之后 我们才比较方便去做以下的操作 首先每个人的电脑都会有记事本的工具 你把记事本打开 然后我们就来做一个网页 那我们在这边打一个国字就好了 我是牛奶爸 然后我们在存档的时候跟平常不太一样 我们按一下另存新档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存在桌面的地方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档案存在这边 底下这个编码这边把它选成UTF8 选择所有档案 然后我们就输入index.html 因为这是网页的格式 它的副档名是html 然后再按存档 好 这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档案跑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档案点开 好 你就看到你的网页已经做好了 我是牛奶爸这几个字已经做好了 所以其实网页就是由一堆文字去组成的 你很简单的用祭祀本就可以做出一个网页 那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你看这个Yahoo奇谋新闻 我们在空白的地方按一下右键 然后按一下检视网页的原始码 我们就会看到网页真的是由一大串的文字去组合成的 然后如果有图片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Yahoo新闻 这边有个图片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我们先把它点开看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按右键 选择另存图档先存在我们的桌面 那你会看到这个图片的档名一大串好 非常多 我们先把它命名为01就好了 这是图片的副档名.jpg 然后按一下存档 好了 现在这张图片已经存在你的桌面了 好 那现在我们这个index.html这个文字档呢 我们再来做一件事情 imgsrc等于双引号01.jpg 这样子 这是网页的原始码 一样我们加上存档 处存档案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刚刚这个这个档案点开 你会发现我是流奶爸 然后这张图片已经插进来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网页的原始档 上面是文字 然后下面是图片 图片的方法我以前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原始档是一堆文字 可是里面可以出现照片呢 哦原来啊 只要把照片放在这个网页的旁边 然后在网页里面的原始档呢 下这个imgsrc的语法 那这个照片呢 就会出现在这个网页里面了 以上几分钟的时间 你已经把拥有这个文字 和拥有图片的网页已经完成了 只要到这边你都看得懂的话呢 那我们推出的一页式网站的最新课程 就这么简单 保证你一定学的会 度岁 бы 及子 你忘记 我准一个 对 是 对 我 确